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法师原记 两岸各界不舍与哀悼 罔顾人道主义无视民众情感 民进党当局却粗暴拒绝大陆吊咽团赴台 私心算计有多不堪 早前提出的所谓与大陆展开对话 终究还是欺骗岛内民众的话术吧 这很显然是民进党一套荒唐算计 当然背后也是一套话语骗术 因为目前恢复两岸交流是岛内最主要的民意 岛内民众都能够期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在这种强大的民意压力之下 民进党以及民进党内的很多人物 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性的调整 例如说蔡英文声称愿意和大陆进行对话 赖清德也抛弃了原先蔡英文时期的 所谓抗中宝台而走向了所谓的和平宝台 这都显示他们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之下 不得不做出了一些姿态性的调整 但是民进党的现在的做法很明显是言行不一 明显是说一套做一套 例如说在最近的两岸小三通恢复方面 民进党很明显只是做半套文章 只是局部性的开放 没有进行全面的开放 在两岸航点的恢复方面也同样如此 两岸最高峰的时候有71个航点 而现在只有4个 那现在大陆推动要去恢复对16个航点进行重新恢复的评估 那民进党当局也在有意的去拖延 现在连大陆指派相关人员赴台调研 新民法师这样的事情 民进党当局都在去积极的阻挠 这显示已经丧失了基本的人道主义的底线 由此都说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很明显是言行不一 因而我们对于民进党一定既要听起言 更要观其心 请不吝点赞订阅